欢迎你们新年快乐 我来给你们做新年祝福 今年2022年的仁英年是你们的福音年 所以你们来也是我重点要关照的一个族群 看过我的视频的话都会知道 我们经常会说福音运福音运 走到福音年的时候压力会比较大一些 但是也不要担心 由我来给你们先鼓鼓气 你们一定可以比较健康平安开开心心的度过 首先给你们一个年度的关键词 就是既往开来 注意哈这个每次啊 我们都说十天干是一个人生的周期 十年十年对不对 十二个地支年份也是一个周期 所以十跟十二这个这个magic numbers 都是人生的一个一个阶段的这样的一个结尾 所以经常十年一个大运 十年一个大运啊 我们都是这样的 那对你们人年出生的人来说 你们这个人一年也是你们过去十年的结尾 要开始新的周期 所以这才告诉你们 这是你们一个既往开来的一个时候 所以二零二年对你们来说 会是人生非常明确的一个 让你记忆犹新的一个转列点 我会告诉你 它不会非常好过 你今年会发生好多事情 但这些每件事情都会在你 就是这个人生的重大事情上啊 都会记上一笔 比如你今年要结婚啦 然后你今年要这个生孩子啦 你今年要真真真真实的开始出国 或者是移民啦等等 留学创业什么的 你回过头来 十年之后你再来看 你会发现你的人生是在2022年开始转弯的 所以今年会让你印象深刻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过往 我觉得过去的这几年 你们应该就是属于内心系很多的一个状态 有很多都是在 特别是人年出生的 你们都是在八九结尾 九结尾的年纪 什么十八十九 二八二九 这些年纪都是到了一个什么呢 我们说的被逼着 被时间逼着 不得不去做转型 转大人这样的一种人生 但是不知道你们做没做 我估计你们都在心里策划了很多 不知道有没有行动 其实人水原本是比较自由的灵魂啊 一条大河就是要奔腾的才爽 但是2018、19、21这三年都土比较多 土来的年份是买水的 所以它给了你们很多这种束缚的 收缩性的这样一个能量 它就是像刚才说的 会让逼着你不去 不得不去想 就是一些你以前很任性的习惯要去改 你以前不想面对总是拖着 就是潇洒人生的那种 它不行它不让你潇洒 它就让你去扛一些人生责任 所以呢你们这群自由的灵魂 过去几年其实没有那么自由 再加上2020到2021期间 这两年是经比较多 经比较多的年份 它是一种吸收型的能量 它会让你有很多去 事情就埋在心里去想想想 然后去 就是一个比较 有时候是比较玻璃性的状态 有时候也是比较多思多虑 有一点忧心忡忡的状态 反正并不是非常敞量 那当然深入的人水比较好 20年跟21年都有经水运来相助 我估计你们这种吸收型的时期 你们就学到了好的知识 或者是教到了好的贵人 遇到好的长辈来体现你们 固然很好 但深墙的人水的话 2020到2021这两年 你们估计非常的懒 欠了很多债 所以欠债到了什么呢 欠债就要还钱了 现在到了2022的时候 你们所有的人水 风格你们今年流年的运势 风格就斗变了 它不再是一个吸收型的能量 它是一个释放性的能量的流年 那人 天干的人对你们来说是一个比肩 也是浮营 我以前在那个视频里就经常打比方嘛 说这种浮营运就好比 你过了一个暑假 要交暑期作业了 那你会发现 新来的学期班主任还是你亲妈 所以你写没有好好写 你的实力到哪里 它清清楚楚 它会对你特别严格 你欠的债 它一定会让你还 当然如果你是一个完美 特别努力 特别勤奋 连你亲妈都跳不出你问题的学生 那你真的就是 我说在这样的一个年份 福音年 你会得到特别大的褒奖荣誉 也许你就成了 就是你知道吗 就考上了最好的学校 就是因为你就度过了最难的那关 但我们的大部分人 你们自己知道 有没有好好写暑期作业 那是没有 没有的话这个福音年的话就会压力非常的大 所以2022年对于人水的小伙伴来说 依然是一个扛责任的年份 而且是欠债还钱 主要就是看前几年你欠什么债 比如一直被拖着 没有还的钱你要还 没有交的作业你要交 然后没有去做的人生大事你要去做 是这样一个时候 再来呢 地支的荧幕对你们来说是一个时神 时神的话 它是一个比较 比较友好吧 我们来说就比较舒缓的 比较友好的这样一种 自我能力的释放的渠道 所以2022年特别有利于什么呢 要创业或者是当销售的呀 或者是当老师的呀 要通过自我展示 比如主播呀 这种performance呀 artist 这一些小伙伴们 你们今年的运势就非常好 因为它会给你非常多的平台 跟空间去做自我展示 比如说你有自己的小红书 你今年的粉丝量就会增加 然后你有一个平台 你去报名参赛 你的作品就被更多人的关注到 所以今年哈 对于人学小伙伴们 我觉得如果你有一记之长 请你一定要让更多人看见 如果没有一记之长 请你一定要去学一下 让自己成为那个更特别一点 更容易被人关注到的 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人哈 所以其实今年换句话说 比如说你就很想学瑜伽或泰拳 那你今年就去学它 然后而且是那种密集性的 集中性的训练 你很快就会在这方面 建立一些一记之长 好 所以这个总结一下 我觉得2022年 你们成功的关键在于靠自己 都说了要既往开来的过去东西 就是要把债还了 然后要开创一个很重要的新时期 这个事情只有你自己来帮自己 今年可不是什么有贵人的年份 也不是什么 这个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是那种就运气特别好的年份 完全不是 就是靠自己 今年的这个对所有的人水 你们都会真切的感受到 父母靠不住了 老公靠不住了 儿女靠不住了 领导靠不住了 所以你想去逃避 让别人来担一些责任 让他们来 依靠他们的这种 今年他们都靠不住 你要成为一个更强大的自己 来靠自己 所以除了人日元的朋友 我也想跟所有人年出生的朋友 来打打气 你们是我更想关注的族群 因为你们都在翻运的坎上 你们都在20岁30岁40岁50岁的雨坎上 所以我想祝福你们 加油 就是20岁的你们嘛 你们以后就是像我说的 没有了父母跟老师的保护了 你们自己要去敞江湖 就祝贺你们这个红尘做伴 活得潇潇洒洒好不好 要加油 然后30岁的你们 这个年纪会是一场心理战 我也过过这个时候 好多来找我的妹妹 都是2829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那个耳朵的雷达 就是会打开 平时别人说三到四你也不听 到这个时候你就是会特别刺耳 他就是会忽然有人说 那谁都结婚了你还没结 那谁30岁多多成功你还没有 就特别刺耳 他就是要让你刺耳 他就让你听到这种声音 因为他要让你自己的心智变得更坚强 去学会跟这些声音共处 然后真的是笑对这些声音 然后告诉自己 我面对这些所谓的世俗的精神逼迫 或者是条条框框的这样的一种束缚的时候 我如何自处 你必须要面对这个功课 而40岁50岁的你们 你们都已经过了这个坎了 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年份 我觉得是最美的年份吧 最好的年份 再加上又是一个山关年 我觉得你们会给自己 就是非常好的这种 自我能力展示的平台 所以我觉得40岁5岁的你们 如果是在这些年份 想开发复业 想要去创业 做一个华丽的转身 2022年会是个非常好的年份 那当然那些长期 如果积压围绕着你的一些 那种精神上的束缚 今年就让他们走开吧 比如说你长期都是在跟你儿子女儿冷战 长期都在担心 这个孩子会不会有出息 老公怎么怎么样 那2022年对不起 你只活给自己看 我说的他们都靠不住 他们都是你的猪队友 在这样一个年份 你只为自己而活 好的 就希望你们都爱自己 每一个年龄 人天干的朋友们 我都希望你们能够爱自己 然后天真如初 因为季网开来的时候 是需要很多初心的 加油 期待和福音年之后 和你们在2023年相遇 那个时候一定会是更好的你们 那最后我们来说一下 留月运时 以下经为杨历的月份 桃花来说 你们最好的是9月跟12月 注意哦 福音年的桃花 不是一般桃花 很多时候就是谈婚论嫁的桃花 或者是 会有seriously要分手离婚的时候 欠债是要还钱的 那学习考试运 当学生的小伙伴们 你们的话杨历的2月 3月都非常好 所以开年就把试考了吧 最后贵人运最好的是3月 还有5月份 春天好像很多很不错的事情要发生 对不对 OK 那人水们加油啦 我们明年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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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